《基本法》23條 上一集跟大家說到 《基本法》23條是止亂之本 如果法律一早出台 香港在應對佔中歪理和港獨暴力 根治亂事都有法可依 由今集開始 我們將會重點聚焦在 23條立法諮詢文件的具體內容上 用來回顧香港過去的風浪 假如一早有23條 當年的亂象會有什麼變化 這一集我們會和大家探討的是 劍指黑暴 叛亂罪 情暴徒更精準 公僕反骨再沒有正當性 2019年黑暴作亂 令香港特區形勢大變 促使中央為香港訂立《國安法》 同時也是因為這一場的亂事 令社會切切實實明白到 香港在國安範疇上 真是滑溜了太多的時間 所以在資訊文件裏面 亦都將槍頭對準黑暴 或者會有人質疑 23條條文是多此一舉 因為香港已經有暴動罪去處理罪行 但我們不妨去看一看 第四章的內容是怎樣說 2019年黑暴期間發生的大規模暴亂 實際上已經是危害香港特區整體的公共安全 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所以用公安條例下的暴動罪去處理 不管是罪名還是罰則 都不可以充分反映 黑暴危害國家安全的本質 看回2019年 暴徒發起大三罷 癱瘓香港 中大理大被佔領 吐露港公路紅碎遭倒塞 還有隨處的中火 商場的聖誕樹消道通紅 黑暴人槍決傷人 私了近乎日日上演 黑暴之下 固然是暴力失控 但它與別不同的原因 是在於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甚至有人提倡港獨 也有人說願意為美軍做領路人 這些情況明顯是已經觸及國安範疇 但用治安法律去懲處並不相稱 所以以十三條倡議新增的叛亂罪 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 有別於叛國罪入面 國家與外地之間的武裝衝突的背叛國家行為 叛亂罪的重點是放棄國內的嚴重內亂 甚至是武裝衝突 暴動罪最高的刑罰是監禁十年 如果黑暴的本質是比暴動更加惡劣 而暴動罪不足以反映對國安的危害 那是否意味著 叛亂罪的刑罰會更加重呢? 至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 文件就引臨黑暴破壞港鐵站和公共設施 目的是要迫令港府屈服 從而損害管治或者推翻政權 所以認為要防範破壞或者削弱公共基礎設施的行為 當中更加提及英國和澳洲相關的法例 是可以判囚二十年至終身監禁 在這個情況之下 真的有那麼多人會壓上一生的自由而走上街頭嗎? 今天法庭上不少暴動案的被告 求情希望獲得減刑 相信已經清楚說出答案了 除了騷亂之外 公務員倒戈也是黑暴期間令人關注的重點 諮詢文件也有涵蓋這個部分 同樣在諮詢文件第四章 提及將現在刑事罪行條例中的 先劃半變、先劃離半和先動意圖罪 經過修訂之後納入23條之內 當中現行的先劃離半罪 本來只是針對先劃警務人員、政府飛行服務隊成員 和輔助警察隊成員放棄職責或者放棄效忠 現在建議加入公職人員和中央駐港機構人員 公職人員領取由公帑支付的薪酬 效忠港府支持施政 本來就是應有之義 偏偏有人背道而馳 煽動同僚吃碗面反碗底 如果大家還記得 2019年8月 曾經有4萬公務員 罔顧忠誠出席集會助長黑暴氣炎 去到2020年2月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 醫管局員工陣線已罷工 當中更加是蒙運政治和工業訴求 來威嚇港府封關 2020年6月 新公務員工會在政治主張更加明顯 竟然就國安法定立號召會員參與罷工公投 三場有關公職人員的叛亂 既是對港府不忠 亦是放棄擁護《基本法》 但政府對著一班反骨的公職人員 就是毫無辦法可以做到的只是譴責 以及以缺勤的名義購取薪金 結果是要等到國安法實施 醫管局員工陣線時任主席余慧明 才在2021年1月6日涉非法初選案被捕 工會亦在2023年3月24日解散 而新公務員工會 就在2021年1月16日宣布解散 時任主席顏武舟亦提出請辭勞工署 假如香港一早有23條 限制公職人員龍女雞作犯 暴徒聲勢無得壯大 國安法落實無需給自己人挑戰 港府的抗疫政策不會有政治性的雜音 直接說就是一堆亂事會變得無條件發生 過去的香港太方中自由 結果是令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乘 一場黑暴令到香港的國安漏洞暴露無遺 令港府要急急腳亡讓保留 立23條劍指黑暴以免重蹈覆轍 究竟除了暴亂之外 23條立法還有聚焦在哪一方面? 如果想知道的話 大家就要收看《假如香港一早有23條》第三集 將會在這個星期四 2月8日晚上6時播出 記得留意和支持我們 看完精彩的評論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讚好和訂閱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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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好評論